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嘉宾 您好 就是土鸡蛋 我奶奶是承包了一大片地 大片地 然后养了非常多的那个走地鸡 然后就是喂的都是米饭啊 稻谷啊 然后下的那种土鸡蛋 以后你可以找我 好的好的好的 你可以到他们家天天给你土鸡蛋 我想起很多年以前 三十来岁的时候 跟几个朋友自驾到大别山里边去 跑到一个农家吃顿饭 说我们能不能带点吃饭 我们给点钱 他说好啊 然后看到他 三十鸡 弄点土鸡蛋 然后我那个朋友 他就跟老师 哎 你不要骗我们 我们一定要土鸡蛋啊 哦 老头很生气 小兄弟 我这个山沟在里边不是土鸡蛋 是什么鸡蛋 你告诉我 今天带了一点土鸡蛋做的蛋饺 然后请三十老师和各位女嘉宾尝一下 带来了 带来了 好吃吗 好吃 好吃是吧 好 鸡蛋蘸点我们的恒顺香醋六年成 哇 这个醋真是好吃啊 人家鸡蛋也白带了 十号 我平时还挺喜欢吃饺子的 我觉得呢 不论是饺子还是汤包 都需要蘸醋 那我们的这个恒顺香醋六年成呢 真的是味道非常的绝 它不仅呢 是酸味比较柔和 然后香味也比较醇厚 而且呢 是醇手工晾造 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益的 非常正确 第二个问题 我希望对方不经常穿高跟鞋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在新闻和报纸上看到就是 有女生经常穿高跟鞋 导致脚骨变形 我觉得这样很不列于健康 倒不是介于女生穿高跟鞋比我高之类的 这是对你很重要吗 健康 健康很重要 吃土鸡蛋啊 穿平底鞋 以后一家人的话肯定很重要 对 22号 可能因为专业的原因吧 然后对养生也非常的关注 然后平常其实不怎么穿高跟鞋 运动鞋会偏多一点 对 我希望是有些 除非是一些重要场合给穿一下 平时就穿平底鞋就好了 对吧 更有利于健康跟 就是自由的奔跑 对吧 哦 朱睿 男嘉宾你好 那您是否对您是女朋友的穿着 就比如说破洞裤啊这一类 也可能是对腿不太好的 也是有一点点不希望呢 说实话有一点我希望更健康 不管是饮食还是生活方式还是穿着 吃外卖 熬夜 对 这些 穿高跟鞋 对 这些其实都会 其实也不光是 多度化妆 整容 对 不光是对另一半嘛 包括家里的每一位亲人 我都希望他们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 好 来看片子 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片鱼汤已经被你承包了 哎 兄弟 你再演我相聚吗 不过啊 这也是鱼汤 这也是鱼汤 我叫江潮 是这片鱼汤的堂主 早上七点钟 我会骑着我的小店旅 开门营业 虽然我拥有这么大的鱼汤 但一点也不寂寞 经常会和五湖四海的朋友唠嗑 来这里吹吊的客人 也都很放松 不太会焦虑 有时候空气 我甚至还会和狗聊天 开心啊 眼光这么好 他和我玩耍 在这里我们互相陪伴 曾经在大城市打拼 快节奏 上下班 改往不同的目的地 经常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现在听广播 练书法 骑电动车 看风景 可能之前一周都看不完的书 现在三天就能看完 朋友们都很羡慕我现在的生活 按自己的节奏过的书 也许也是一种成功 你的生活 可能就是别人羡慕的生活 姐 饭好了没有 你姐会在座呢 马上就好啊 太好了吗 要不要帮忙 不用 不用 马上就好 我有两个亲姐姐 因为住得太近啊 有经常来蹭饭 这相处的模式也 就是我向往的样子呀 非常有利于家庭的稳定 郑涛 你下次再过来 不带过你朋友回来 不要来蹭饭啊 好 好吧 现在 雨汤已经准备好了 还差个女主人 会是你吗 两个姐姐 对 我有两个亲姐姐 比你大多少 一个大七岁 一个大五岁 很让人羡慕的一种家庭结构 杨柳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平常有一些 和女朋友之间的感情问题 会向你姐姐咨询吗 会 因为我姐 首先作为一个女性嘛 二十比我年长 经历各方面比我成熟 然后有一些我会咨询她 她也会给我一些合适的建议 和包括疏导我的情绪 那假如就是你姐姐觉得 你这个女朋友不太行 你姐姐看不惯 你会选择跟女朋友 吵架或分手吗 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恋爱 就是我和我男朋友吵架了 然后呢 她就把我们吵架 跟她姐姐说了 然后呢 她姐姐就在那边说 我很幼稚 说这个女生不行太幼稚了 你尽量快点跟她分手 我不会完全听她的 但是我会去找她 刷的一些点去对 如果有一些我觉得对得上 然后我会去思考 然后再去观察 再考虑这个问题 一般在过去女生 有一点会介意 跟小姑子的关系 大姑子 小姑子 她有两个姑子 对 会有 因为总感觉就是 特别是家里面 姐姐妹妹过多 会干涉她个人的情感生活 有可能会对就是 男女朋友之间 造成一定的困惑 现在这个时代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是一个 大家庭的生活 现在都是个人的 小家庭生活 参与都没有 那个影视剧里面 描述的那么可怕 是 24号 我想问男嘉宾 是不是很喜欢狗狗 因为我看到视频里面 你抱了小狗 然后后面还跟了很多狗 没错 我这边 鱼塘大概有五六只狗 然后白天我跟客人聊天 增长见识 晚上我就跟他们聊 也不会孤单 有一只拉不拉多 然后八九只金 也是我们鱼塘的好员工 没事干净 跳到我们鱼塘里 帮我们捡一些客人扔的瓶子 垃圾之类的 好可爱 4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有一点我们很像 我也很喜欢养小动物 因为养狗要早起 可能我起不来 所以我养了一只小猫猫 所以你喜欢猫吗 也喜欢 但是就是可能我觉得 猫没有狗那么粘人 我更喜欢狗那种性格 但我家猫很粘人也 好 谢谢 那没关系 那我们可以 如果合适的话 可以一起养 谢谢 谢谢 22号 男嘉宾 您好 我刚刚看到您 就非常喜欢狗狗 您的意思是 狗狗又非常的黏人 但是我一直觉得 我的性格是比较像猫的 比如说工作的时候 或者很忙的时候 我也可能会跟你解释说 我这段时间会比较忙 然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没办法跟你联系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以接受吗 当然可以接受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 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需要专注做的事情 我们的狗狗也有工作 他白天陪客人玩 然后捡拉起来 但是晚上有时间 这个事儿就不一定要 把狗带上了 他说的是你和他的事儿 他还拿狗举例子 他一长到狗 他就有笑容我发现 很开心 他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关系 也就不仅适合动我 人也是一样的 会保持距离 然后也会有一定的 若即若离的那种倾线感 所以说就是 我需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 这个是可以的 对 没错 他可以吧 就是你男朋友说 我这几天有点忙 或者有点什么事儿 我想有空间 你可以吗 可以啊 完全可以 这个就好 就怕双标 我这样可以 你这样就不可以 这个就不太好了 桂梦娇 男嘉宾 你好 我看VCR里面 我感觉你的工作也好 还是生活也好 是不是都是比较慢节奏 然后比较舒适自如的 那假设说 你未来找另一半 然后可能你的另一半 是比较喜欢 这个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然后你们俩该怎么去 就是协调出 这一个合适的相处方式呢 对啊 因为我之前也在一线城市工作过 被各种目标催赶着 往下一个目的地赶 但我现在平衡了 工作跟生活的一种状态以后 我觉得这种生活更有利于 长期的发展跟身心健康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的那种观点 我是可以认同的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接受 我的这种生活方式 看下一条 说来也真是奇妙 我的两单恋爱都和车有关 打车和买车 初恋是在留学期间 一国他乡 因他的出现而变得有温度 生活中的我会比较结实 有一次我们一起走回家 大概走了15分钟 我走不动了 要不打车吧 再坚持一下 绕过去5分钟就到了 5分钟 我才不信呢 真的 我不管 我就要打 僵持了10分钟后 结果不到3分钟就到了 后来也因为发展方向不同 选择了分手 当然我还是坚持 钱应该花在刀刃上 没有必要的钱绝对不花 也希望对方能理解自己的想法 后来我认识了同样刚回过的他 相似的经历 让我们很快的决定了关系 但有些观点不同 女叔 如果我们现在买辆车 身后质量是不是立刻能提装 你看 那个车就不错 相比有车 我觉得新的车信价比更高 我不想将就 我就想买了一个车 比我了面子和别人比 最后没有达成一致 也不再参加车这件事 后来我回安徽老家发展 临近过年 我想你了 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你 哎 又和我开玩笑呢 什么话讲 我要接你啊 不确定 是玩了没有 我挂了 后来 无论自己怎么的一些对方 都没有了回应 这才发现 当初那句话 原来不是玩笑 感情中 喜欢对方多一点的人 大概就是那个书家 所以未来 我希望我们就在一辆车上 彼此也互相喜欢 并且这种喜欢也刚好对的 我希望你能够在一辆车上 你能够在一辆车上 我希望你能够在一辆车上 你能够在一辆车上 是9号 就是我刚才就是听到这个打车的时候 我就灭灯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都已经很累了 而且你还要坚持让我往前走 对啊 我真不想听你的 而且我会很生气 我解释一下 这是在我留学期间 那时候我学生时代 那时候国外打车 比国内起步价就100块以上 然后那会我们那个就是从超市回来 其实走了已经15分钟了 大概15分钟就快到家了 但是那个路程有15分钟 对啊 你不觉得确实有点长吗 或者女生一开始是表示 她不愿意走这段路程的时候 一开始就决定就不要走好了 就直接打车就好了 好像它是一共是20分钟的路程 对 他们已经走到了15分钟了 剩下5分钟了 然后女生决定要打车 这个问题不在多少分钟 女人逛街走三个小时都不会觉得累 还拎很多东西 一点都不累 女人讨厌的是钱花在刀刃上 难道我就不是刀刃吗 是的 是的 我走三个小时 我愿意五个小时我都能走 怎么在你这打个车 我就 我就 我就不知道打车的钱 逻辑是在这里 是 护学菲 男嘉宾 你好 刚才您和第二个女生的那个点 是比较触动我的 因为她给你打电话 她说我没有那么喜欢你的时候 你好像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因为女生都是比较关注细节的 可能不仅仅是这一次 而是之前发生的一些小细节 那个时候已经让她感觉到不舒服了 所以女孩子都是比较注重这些方面的 真的 刚才平均是最后一个灭灯的 对 我是刚刚其实听到孟老师说 凭什么我就不是那个刀刃的时候 我突然悟了 我的天 她突然悟到了 完了 飞哥 飞哥 刚才是我犯不错 要不然你下次再来一次 我问你 你当时留灯 他们那么多人变灯的时候 你为什么坚持留灯 你认为那事不重要 倒也不是不重要 就是想可以再听一听想法 然后听着听着 觉得不对劲了 我的天哪 没有没有 在这些女嘉宾里面 平均相对是 比较理性的一个女生 所以刚才那种感性情境 没有快速地激发 她情绪上的反应 她相对来说 她更理解一点 但是她再多聊一阵子 这个话题继续聊 她还是时间问题 她只是反射弧稍微慢一点 陈铭虽然宽慰了我 但是我还是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解释一下 可能现在解释没什么用 要解释一下 就不是说钱花刀刃上 我是觉得钱花在 可持续发展和用于 就是建设性的消费上 不是用于纯粹的娱乐 跟消遣上 因为你的资金是有限的 我觉得男嘉宾 可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比方说20分钟路 已经走了15分钟了 最后5分钟走走就到了吧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对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 有不同的想法 是很正常的 关键是有不同想法的过程中 是怎么沟通的 他刚才有一句话 我觉得还是个很重要的 一个表达 大家自己把它忽略过去 你刚才有一句 你说他情绪上来了 他自己傲在里边了 你需要了解的是第一句话 他情绪为什么 在那一刻上来了 我猜这段步行 大概20分钟左右的路 在一开始 你们就回去的途径 是有一点点分歧的 有可能你就说了一句 你说我们现在留学生不容易 打车100起步 我们走一走吧 女生说其实今天逛了超市了 已经很累了 男生说不打车不打车 这20分钟一样就走过去了 你说那行吧 他不是要打车 他是要15分钟之前自己的诉求 得到你的重视 然后你的反应是 你怎么情绪一下就上来了呢 你傲在里面搞不出 5分钟转过弯就到了 你不知道 他能不知道吗 你们在那读书 还有几分钟他能不知道吗 所以最后你觉得 你们的分还是因为100块钱 还是因为那5分钟的车都不是 是因为他长久以来堆积的 你对他细节情绪的忽略 陈铭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们以前总结过 很多男生 你问他为什么会分手 我开车 我女朋友嫌我开车不好 但凡你觉得这个事 听上去不可思议啊 谈了三年 魏夏宇开错一个口 跟你分手了 在他的表述 女人简直不可理喻 其实稍微有些同理心 或者一些生活阅历和常识 你可以想 这绝对不是你开错一个口 把他的小白鞋下雨弄湿了 那个打车走了15分钟 那100块钱该不该好 一定是有很多事情 积累到这里 但我要说的是 最后结果还是打车了 对 还是分手了 对 他的结果是还是打车了 我的结论是还是分手了 那个男嘉宾刚才听得很认真 可见他的生活中 好像不一定有那么多朋友 可以探讨感情 他的实践也比较少 他能看到的就是两个姐姐 和两个姐夫 你多跟女生交往一下 你就会明白 他们给你上了一课 好 谢梦师 很羡慕你家的余塘 谢谢梦师 谢谢梦师